检索这一部分有这样一款工具 叫做Elicit Beta Elicit呢 我在去年 这个给大家做过一些介绍 这个感兴趣的呢 你可以这个回头翻一翻 在去年的这个 也是这个暑期的时候做过一些 但是现在它有了新的功能 Elicit Beta呢 它现在还是一个灰度测试 现在还不是所有人都能用上 我是收到了它的这个COO 发来的这样的一个信 告诉我说你现在能用了 尝试一下 打开界面非常的清爽 这个它的这个测试版 现在只包含三个功能 但是这些功能样样几种痛点 我们今天讲其中的两个 第一个叫做概念发现 我们都知道读文献的时候 有些事是非常让人感觉到这个头疼 就是同样的词出现在不同领域当中 可能它的意思不一样 这个然后呢 你不同的词 可能它表达的恰恰是类似或者相同的意思 这有的时候就给我们的检索带来很大的麻烦 因为有的时候查不全 有时候查不准 那么概念发现就是用自动的这种方式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啊 你看这里头啊 这是这个它的界面 我们在这里就输入某一个概念啊 这个例如我在这里输入的是prompt engineering 就是提示词工程 这是现在大语言模型啊 应用当中必然要设计的一个事 那么它会给我们按照以下的这些顺序来进行输出 首先它会查找文献 其次它来提取概念 第三自动整理 第四根据相关度做出排序 然后输出结果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 查找文献 它现在是有一个文献的数量的啊 大概在这里面去给你这个查多少篇呢 好像是60篇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然后呢 查完这些文献之后 它从里面去提取概念 这里呢 是它这个提取概念啊 它标记它的来源 然后把这些概念给你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它可以干什么 下一步是对于那些同类项进行合并 合并以后 这是一个自动整理的过程 它不仅去除重复项 然后还要列出具体的子概念 那以及相应的这样的文献作为支撑 就像现在这样 首先第一步 先是把这个重复的去掉 这里面保留了22个这样的 单比较这个独特的这样的这个 它的概念 然后把这些子概念进行抽取 抽取之后 下一步按照你的提示词进行排序 这里呢 会按照相关性把它列出来 并且给出原始的出处 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样 它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需要你人工干预的 然后就把一些这个概念 以及它出现的文献都能够给你列出来 而且给的这个力度是非常细的 这是它最终的一个结果 你看如果导师给你布置了一个这样的工作 在某一个领域当中 或者若干交叉领域当中 现在都是怎么样来对待它 它的定义是什么 它都包含着哪些内涵和外言 那么有了这些作为支撑的话 我想对于你解答这些问题 会有很很好的这个帮助 还有一个就是 它除了找之外 还能给你干一件事是什么呢 它能够帮你来这个 做出一个文献回顾的初稿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在这里面给它的提示词是 大元模型研究中的提示词工程应用 这是用英文来输入啊 然后它就开始去工作啊 这是它返回的结果 它呀这个是按照8 以8作为这一个基数 不断的去查找 但是现在因为还在测试环节 所以它只给出前8篇 我相信后面它会有改进 你可以看到啊 它把这8篇文献当中 涉及到的这些概念来源出处 完全是按照一个文献回顾章节的 这样的一个格式的要求给你列出 这个看着还是挺那个 很是让人振奋啊 这里是它输出之后的结果 你可以看到啊 基本上你平时读的这个论文当中 文献回顾基本上也就是按照这样的形式来给你 来给你做 我呢还用这个中文翻译了一下啊 翻译完之后 让学生来看 我说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机器写的 这个非常的感觉到惊诧 因为什么呢 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 你要是能把这个文献回顾做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这个导师肯定会很开心的啊 那么这里头呢 大家可能在用的时候会有一个担心 因为ChatGPT啊 在这个搜寻资料 尤其是科研资料的时候 名声不佳 为什么名声不佳呢 总有人说 他爱瞎编参考文献 这个我确实也遇到过 对吧 有的时候 就是你说 哎 你得把这些相关的文献给我列出来 然后他因为是个大语言模型 他有很多的记忆 但是这种记忆有的时候是一种碎片化的 而且在给你去回答的时候 他是按照一种这个 他的自己的一套的这个概率的方式来输出 所以就有的时候啊 输出若干个啊 看似很有意思的这些这个文献 题目也很有意思 但是你点吧 这个点开基本上全都是空的啊 全都是错的 但是elicit就不一样 他在这里面会详细的列出 我这八篇文献都是哪些 然后还会对他的这个摘要进行一个自动总结 用一句话在这显示在这里 我呢就点开了其中的某一篇啊 我看看这个是不是给我编出来的啊 然后进入之后 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一篇archive的文献 那这个是pdf可以正常打开的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加以印证啊 证明他没有给你下编造东西 但是你不听说是什么呢 我可以再证明一下 我可以再证明一下